你要先按這個建立我的臉部表情 好 建立我的臉部符號吧 對不對 然後去掃描你的臉 然後按拍照 然後它就會開始建立你的男性 男性 下一步 那也蠻快的 對 你的臉就出來了 對啊 然後它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卡通的 一種比較接近你的臉 看你想要選哪一種 然後最後按右上角確定 這個好了 我覺得這個 比較像 不要太卡通 然後確定 再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調整你的 那為什麼對起來會這樣啊 就可以選你的表情 然後對著 它會真正你的臉 然後就可以用你的表情去做 可以錄影啦 拍照 這不一樣 這完全不太一樣 這看起來像韓國人 很好玩 不是 這個是別人的 這是別人的 對 你也可以用我的 這個是我的 不錯 蠻有趣的 對 蠻有趣的 然後也可以錄影 你好嗎 我是大雷 哈哈哈哈 不錯不錯 好玩 反應還蠻快的 對 然後 這個幾乎是蠻即時的 然後PO臉書的時候 然後啊 臉書 像你剛剛做的那個臉 它就已經產生一個表情 貼圖 各種貼圖都有 而且是GIF檔 這就是你的貼圖 它就已經仔細產生出來了 對啊 而且這個沒有設定耶 它就有一整個完整的貼圖 對 你只要掃瞄完你的臉 它就會建立那個表情貼圖 不錯 真的是 現在真的是 很好 很有趣 而且速度又快 很快 都不會Lag 就不會說 你只是做了一個3D模型 卻沒有應用 對 那這個應用也很 那它還可以選其他的樣子 它裡面還可以選 也可以選 它其實可以調整你的 各種的配件啊 哦 也可以挑就對了 換衣服啊 也可以挑 可以做好幾種 蠻好玩的 不錯不錯 然後有兩種臉可以選 一種是比較仿真 像你剛剛選仿真 另外一種是卡通 比較卡通化 比較可愛版本 這是S9AR表情符號的功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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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